我们实现从云影像平台的这个建设了以后 我们就实现了对于全省的影像检查数据的 海量数据的汇聚 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流行病学的一些方法 对数据进行一个海量的一个分析 通过分析来帮助我们来找到一些 疾病的一些发病规律 来建我们的叫医学的AI的建模 来帮助我们形成一些AI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工具 帮助我们医生在进行诊断 我们叫辅助诊断 那么辅助诊断情况之下 它可以帮我们实现对于一些 常态化的一些疾病的初步的一些筛查 比如说肺结结肺结核 可能通过AI来帮助我们进行一些 辅助的鉴别诊断等等 但这些我们都是在推进和试点 实施探索的过程当中 那么相信在今后不远的未来 应该是这一些会慢慢都会 让它从后台走向前台 *** affects女生的工具 生学乙装 猪咛 健康 定